2021年,全红禅14岁,陈玉熙16岁。 陈玉熙2005年出生于上海。 2011年,6岁的陈玉熙被被时任上海跳水队领队选中,开始练习跳水。 练习跳水8年后,陈玉熙于2019年入选中国国家跳水队。 全红禅的体育之路和陈玉熙的不太相同。 2007年,全红禅出生于广东湛江的一个农村。 2014年,7岁的全红禅在跳格子游戏时被启蒙教练乡众,开始接触跳水。 之后于2018年进入广东省队。 从农村到湛江市再到广东省队,全红禅只用了不到4年。 全红禅入选国家队时,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。 但他依旧凭借出众的个人实力在高手如云的国家队中脱颖而出,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。 东京奥运会,全红禅拿到了466.2分的高分,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,也带动了跳水项目热度的进一步飙升。 百度指数显示,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中,全红禅的热度断层排名第一,热度指数领先第二名马龙近一倍。 拥有断层领先的实力,却只有小小14岁的年纪。 这个来自广东的小女孩,完美符合了中国观众心中少年英雄的印象。 当然,铺天带地的关注也给全红禅带来了不少烦恼。 全红禅的家门前围满了蜂拥而至的各大媒体。 小姑娘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,很怕被追星,夺冠后没什么私人空间。 随着天气转凉,东京奥运的热度逐渐退去,全红禅,陈玉希也开始了新周期的备战。 进入巴黎周期,两个人都面临了跳水女运动员的一道大坎,发育观。 年长两岁的陈玉希本身已经处在这个时期,应对身体上的变化相对有余。 但对于年纪更小的全红禅来说,她面对发育观的经验基本为零。 发育观给身体上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身高和体重上。 骨骼和肌肉发育让运动员的身高增高,体重增大,这意味着相应的力量训练,耐力训练都要调整。 同时,运动员的饮食也要进行控制,既要吃饱保证营养,但又不能过量。 发育观对全红禅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了赛场成绩上。 2022年,在东京奥运会上稳如泰山的全红禅在比赛中偶尔会出现失误。 当年的布达佩斯市井赛和跳水世界杯,全红禅在女子单人十米跳台上都只收获了银牌。 全红禅也认为发育观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变化,发育期是一大难关。 我的动作完成度没有以前那么好了,完成动作更吃力。 为了帮助全红禅更好地应对发育观,陈若霖成为了全红禅的主管教练。 16岁就获得奥运冠军来自女子十米跳台项目,经历过最难熬的发育期。 连续三届奥运夺金在中国跳水队的领队看来,有陈若霖教导全红禅再合适不过。 从跳水队对外公布的视频和采访上看,陈若霖对全红禅十分严格,尤其是在她的体能训练上下了不少功夫。 长跑和力量训练对全红禅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。 教练很严格,但我知道是对我好。 教练,陈若霖经历过身体发育的阶段,我希望能和教练一起攻克发育期这个难关。 全红禅说道,全红禅还在与发育期斗智斗勇。 陈若霖的发育期则已接近尾声,竞技状态也稳定下来。 全红禅的难度惊人,陈若霖的每一套动作也有着出色的完成度。 在巴黎周期,双子星保持着一敌一友的关系。 两人携手保证了中国队在双人项目上的荣誉,在单人项目上又互为各自最大的竞争对手。 这两年在市井赛、世界杯等国际大赛上,两人互有胜负,有来有往。 全红禅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夺冠,陈若霖也曾以0.3分的分差在市井赛上显胜全红禅夺冠。 中国跳水协会主席周济弹言,两个小姑娘的实力差距在毫历之间,两个运动员训练中都很努力,都有很高的水平。 胜负,就看比赛的临场发挥。 对于两个人之间的竞争,陈若霖觉得是良性的,这样可以互相进步,自己水平才会提高。 只有一个人,很可能只会原地踏步,甚至退步。 在几次赛后采访中,全红禅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奖,给予了队友非常棒的评价。 对于竞争,全红禅则说,不会想很多,做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就好。